语言语书第二章第十一节 岂有一个奉了他的神 其实这不是神 但我和百姓将他们的荣耀奉了无益的神 今天我想跟大家去分析 我在上几天和大家说责刑起刑 通常主日会说这么抽象 通常我希望你们自己应用在自己生活里面 但如果自转的话我就告诉你清楚 让你们看到整个刑是怎样的 为什么很多人不会愿意付这个代价 我分析 那你就会明白其实很多人是连这个代价的起步都做不到 所以从来他们不会有石安拥有的东西 又或者甚至在他们来说是简直是妄想 因为他们的代价 直接是不能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都给这么大一个代价 其实我以第一个游户来说就是关于第一个游户 为什么在音质上我是这么强调的呢 因为音质里面是关于音乐的灵魂体 这个我就不花时间来说 但我最主要让你知道 其实我们是怎么找出现在你们所听到录下的这种音质 以及怎么形成到今时今日这样的呢 那里面技术性的东西我不说了 但我最主要说其实是怎么来的 那你就会明白 其实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每一天都花时间三个小时报告的 而实际上我会一天都起码 乘车来回都超过一个小时 去到深水埔或者不同的地方去早讨 早讨完之后我就会回到家再讨过另外两个小时 然后才做全日的东西 我会在那段时间跪着听歌 去谎言讨告 多数都在自己的书房 就在那时开始我发现一样东西 就是因为我会播放一些轻音乐去谎言讨告 或者听着耳塞也好 或者播着歌也好 每当我觉得 很有神同在的那种音质 我发现是没有耳机没有耳塞做出来的 当我总是觉得这首歌是一定要多了这一样东西才行 而实际上这个演变到我每个星期六都会 整个星期六由早到晚都会听歌 谎言讨告和组织星期日那篇主日信息 可以说是十年余一日的了 而那天我通常都是禁食 所以变得很轻松 全日 因为我这么习惯了 所以变得我禁食是最轻松的 全日都很轻松 听着歌 但是无论我从听耳塞到喇叭 每一次我讨告时 我发现喇叭是做不到某种声音 于是乎 我就尽量去做 买一些贵的线 或者每一样东西在主日 但当我做到那种音域 喇叭基本上就会大声笑 这个就是我早几个月跟大家分享主日的时候提到 Wussell来的时候 第一样东西我要去习惯 就是我要那种音域 而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那一天 我们发现 石安剑这一间厂 我们和他谈谈一个 做法 使得我们可以买到这个石安剑 其实那天就是我们当中的工作人员 想去接触这一间厂 这个是后话 这个就是 稍后大家可能会听到这个见证 但是 就是我把这个音质 传授了给熊肥 但是他一向他自己 可以说在外面做的大型音响 是不做这个领域的 这个领域 第一是难做 第二是会烧喇叭的 所以我们的喇叭 烧过都可以说很多次 而后 如果有早年的会记得 还樽樽落到说 就是当时我发明的一个喇叭 叫日华一号 就是希望做到这种音效 但是不烧它 其实那时候也很搞笑 想不到现在我们反而 出了 石安剑这个项目 但是说回当时 就是有这种的音质 我觉得 一定要有这种的音情 这种的音情 无论是教音响 其实基本上你叫任何人教 只回你一句 就是没可能的 所以现在你们听到这些乐器的时候 已经翻出来 你觉得音色是没可能的 就是那样 在现场其实是没可能做到这种音色 但是这种音色就是我一直追求 希望能够达到 所以你能够想像我 当我第一次听到石安剑的时候 我就听到这种音色 我就知道就是那样 我亦知道它会对人的信用有什么影响 说回我三个小时的吐告 在三个小时的吐告里面 就是这种的音域 我发现这种音域 是最能够使得我在吐告当中忘我 因为你自己可能没试过三个小时的吐告 可能没试过 28天的 所谓的禁食 28天的断食 只是喝清汤 所谓的清汤还是用 豉油混的清汤 帮你做 豉油再混的 这些海带 导致你 28天可以轻射 是为了这样的 我发现 无论我每次是长期金色 每一次长期吐告 如果你没试过三个小时的吐告 你不会知道我说的什么 你没试过断年计三个小时的吐告 每一天 你不知道我说的什么 你也不会明白 为什么在那里 我会捕捉到这种的音情 所以你就明白 为什么没有什么人 是可以能够掌握到这种 耶利米书第2章第3节 豈有一个换了他的神屋 其实这不是神 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 换了那无益的神 这是神的一个人 对我的神的解释 其实我一直以为 这不是神的故事 我会换了他 我已经在想 你去的一场 我只能够掌握到这个 你会换了他 我只是想要为我 我只能够掌握到这个 神情已断爱永远不断 跟我永相亲 有场浪漫恶将诗句 与我灵灵勇言 神情已断爱 看随每天的年龄 心彩不转断 最信实美少 痴情无哀怜 广泰 只要满听 为你温暖 只要滑鼻